江西物源县的古村落建筑是自成一格的 而在当地的风景区最近出现了一栋悬浮屋 这四面墙都是蓝腰折断上下分离 一眼望去就好像是变魔术一样飘浮在半空中 朝另类的设计立刻在网路爆红 江西却有一栋神奇的悬浮屋 远远望去就是飘浮在半空中 令人嘖嘖称奇 来这边然后往后一看 没想到它竟然整个都是空的 就觉得特别神奇 因为你看它竟然能支撑起这么一间房子 就是在以前我都是没有看到过的 悬浮屋是江西物源的典型建筑 长宽都是六公尺 只花了一个多月就盖起来 门窗跟四周的墙壁都上下断裂 互不相连 完全颠覆一般人的想象 有的猜测呢 它是不是违反了那个牛顿的万有以利 另外一些呢就觉得 它周围可能是安了一些透明的玻璃 那其实都不是 它还是根据一个力学的原理 来营造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悬浮的效果 黄岭是一个灰派建筑的大官员 古村内有各种的岛屋 斜屋 躺屋等奇特的建筑 这栋悬浮屋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奇特建筑 其实呢也还是有一点点玄机在里面的 我们有一个比较隐蔽的支撑点 把它做成像我们农家烟囱一样的形状 不易被察觉 神仙般的设计 一眼望去墙体背来腰折断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立刻成为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